林毅豪呢是繼續的留在場上 他也是要進入到跨局的後援 這個半局要首先面對的是童正銘 第一個球掉進了好球袋 我今天這變化球可以幫他搶得第一個好球速 童正銘今天在第一打時呢就完成了生涯的第兩千支安檔 揮棒落空 這個球往下掉了 等不進來 偏低 看起來今天這場比賽林毅豪呢 要使出渾身解數 想盡一切辦法來吃掉這一局 但是呢在今年球季 林毅豪在所有的後援角色的扮演上面 他吃最多的一次呢是吃1.19 所以這一局的投球會呈現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兩好球兩塊球 揮棒落空三陣出局 那在用球數上面 那在用球數上面 在今年球季 後援曾經用過的最多的用球數呢是30球 好球 連續變化球之後再一個直插球 速度更快 下墜的幅度很漂亮 三陣恰恰 現在要繼續的啟用代打 現在要繼續的啟用代打 蘇維達在今年球季兩成八六的打擊率 第一個球稍微的偏低 蘇維達在生涯對戰林毅豪時 五個打數出現過兩支安打 這球出手打得挺扎實的 但是在中外野方向品傑已經就位 Wallington前揭殺出局 品傑在外野揭飛球的這個動作呢 也很無數一職 他常常會讓他的球接在他胸口的地上 胸口的位置 現在用球數是24 那已經吃了1.2局 那吃的局數是今年最多了 對 那球數還沒有 打擊率輪到了岳東華 操棒界外 不過很有趣的就是 腦皮在今年 用球數最多的後援兩場比賽 包括一次30顆球 一次29顆球 都是面對中性 現在需要把局數給拉長 這個球能夠忍住 可見今天岳東華打擊狀況還真的很好 前一次就是有這個位置忍住 然後後面高角度的進來打出長打 他很低的 對 這樣有可能要把訴求給塞進來 搶好球把好球數給搶回來 用球是今年27了 這一球好球了 等不到訴求 等不到訴求 好現在來到了兩好球兩壞球 偏低 還是被岳東華給選掉 還是被岳東華給選掉 來到了滿球數兩好三壞 這球打成了界外 對 球數 依然是兩好三壞 對 前兩次有辦法解決岳東華的訴求 一次讓岳東華內角 站著看三陣 一次訴求低角度的進來 打在 李一拳的防區 好要進入到今年最長的用球數了 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結束了八局上半 中信的攻勢 老皮完成了兩局的任務 六比八 現在中信還是兩分落後 好